注意看,这个一丝不挂的女人睡在地上 刺眼的阳光把她从睡眠中拉醒 缩碎的感觉袭然让她头昏脑胀 女人茫然地环顾着四周 整栋大楼空无一人 女人捏手捏脚跑进一个房间寻找可以遮身的衣物 这个墙上的图案让她回想起了昨晚的疯狂 女人名叫小美 是一家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 她制作的节目以整人为主 深受年轻人喜爱 无论是随地大小便的路人 还是好心的大妈都遭到了她们的诊补 不过母亲却是个传统的印度女性 她一直希望小美能稳重一点 最好能当个主持人 不要像现在这样胡闹 只是她对母亲的唠道都是左耳尽右耳出 今天是电视台搬往新大楼的日子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清空着楼内的东西 这时主管走进了她们的办公室 马上就要开始播报新闻了 主持人却在这时不见了 老汉可是希望以这场新闻播出来 作为这栋大楼的羡慕 这让主管很是着急 小美主动请应当替补 此时距离播出只有几分钟时间了 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 主管只能让小美马上去化妆准备上场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小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新闻直播 在中场休息时 她不忘了叫同事马上通知母亲收看直播 看着荧幕上端庄稳重的小美 母亲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最终这场新闻直播已完美收场 在场众人纷纷将掌声送给了小美 这栋大楼也完成了她最后一次的使命 今天也刚好是小美的生日 同事建议干脆就在这里开个派对 反正大楼都已经翻空了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在派对进行到一半时 母亲给小美打了电话让她早点回家 不料喝醉后的小美不小心把一个秘密暴露了出来 原来今天主持人是被她故意锁在洗手间里的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曾经大赌小美 当不了一个震惊的主持人 得知真相后同事却并没有发火 她继续嘲讽小美并没有赢个赌约 她可是说过要边播新闻边脱衣服的 在酒精的作用下 小美不经大脑地又立下了一个笔约 随着一阵色彩斑斓的烟雾升起 一个印度小丑女出现在这个正打算回家的男人面前 男人紧张地淹了淹口水 这他妈的可是在此太精索 男人吓得八腿就跑 一台藏在暗处的摄像机记录着她慌张的一幕 原来这其实是一个整人节目 他们利用路人毫无防范的心理 记录着他们遇到突发事件时的窘境 而今天作为该节目的制作人小美 此时好像也遇到了整骨 在跟同事的彻夜狂欢后 他赤身裸体地在公务一人的大楼醒来 而且整栋大楼打扫得干干净净 连一块弯幕都找不到 幸好还是被小美找到了一个破镜的来遮身 他私下打量寻找藏在暗处的摄像机 可惜都一无所获 身后一声鸟叫吓了他一跳 唯一的遮身镜子被摔成了碎片 这下只能坐在地上思考一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就来了 一个物业来到大楼寻查 这搞不好就会被人就地正法 小美慌张地跑向出口 在物业还没上来前 及时把这层楼的大门锁住 这让物业很是纳闷 他刚想暴力拆门 好在一通收租电话 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久后一阵铃声响起 小美的手机出现在桌子底下 来电的是他母亲 只是想没多久 母亲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不过现在手机在手 天下我有 小美拨通了男友的号码 这时手机却体式余乐不足 现在只能拨打紧急电话 小美想了想 只是也不能叫警察过来送衣服 万一到时媒体一曝光 她的名誉就回了 于是她打通了免费的客服热情 想让客服小姐姐帮忙出一下话费 这让小美很是头疼 人与人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 这是物业留下的外卖宣传 但让她又有了新的想法 也不知道印度的外卖电话 是不是免费的 反正她就是打通了 她订了几份羊肉拌饭 然后特意叮嘱店主别派体格 太壮地气受过来 否则就拒收给查评 老板心神领会 注意看 这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正准备对外卖小哥下手 她慢慢打开房门 就等着小哥进来给她迎头一击 只是还没等她下手 小哥就突然倒了下去 反倒把女人吓得失声尖叫 她小心翼翼拿起管子捅了捅小哥 见她毫无反应 她把小哥翻过来后 才发现这骑手竟然是个女 此时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伸手就要扒她的衣服 不料这时骑手突然醒了过来 她此次按住小美不让她得手 就在两人正在纠缠时 两个该溜子突然来到了这栋大楼 小美惊急之下 直接一棒的她打过去后 这声响引起了该溜子的注意 小美想关上门 可是被女人的脚挡住了 她只能慌张地跑到里面躲了起来 该溜子上楼发现躺在地上的女人后 马上就报了警 警察来到现场后开始个大搜查 神奇的是小美在东躲西藏下 竟然被她躲过了警察的搜捕 阴护人员也很快赶到 把女人抬上了救护车 搜寻无果下警察们也撤走了 夜色降临 小美确定四周无人后 来到一个垃圾桶 想从中找点纸皮什么的遮下身体 突然一阵嘶吼声响起 也敢对这个抢身食物的闻 小美连忙向着轮内跑去 最后小美有惊无险地躲进了卫生间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小美从马桶底下发现了一卷卫生纸 这卷卫生纸成为了她出去的希望 可惜乌鲁偏风连夜雨 一场大雨又拦住了她 幸好周围还有警察留下的封条 这是一名路人刚好经过 她好话不说直接扔给了小美一套衣服 等小美穿好衣服后才发现 这个人正是哪个七收小姐姐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计划 她也要让小美品尝一下被人恶意整骨的感受 曾经她在路上遇到了假装受伤的小美 善良的她为了救小美失去了考试的机会 谁曾想到这只是国人一笑的恶作剧 而且因为节目的播出 许多路人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都不再伸出援助之手 他们已经无法分辨事情的真假 所以她一直在找机会向小美报复 小美羞愧的低下头 她凡然醒目自由是有边界的 而她需要自略 故事最后 小美停止了整个栏目 把节目改成了揭露社会黑暗的一幕 最后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下期见